我贴反了 今天又去提车了 提台跟我这个296颜色一模一样的车 这台车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今天终于下定决心 咱们去把它给贴回来 出发 门口这台 这么多人 你好 都自己改的吗 这个是不是换个中网就好了 对这个中网我们里面改装墙也有的 那送我一个吧 好 早知道就说没有 这个是我的车了吧 我把我老婆喊上 你别在这里 我以为是干那个 这颜色很好看 对这个颜色 法拉利也这个颜色 对 郑哥也这个颜色 太帅了 福特列马 Branco 哪个男人受得了啊 看到这个 真受不了 荒地板 选了一个拖车沟 就是颜色配置跟郑哥的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后期我会把它给改造一下 去办手去了 403,800 这车是真一点优惠都没有 这个可以直接换一个哦 那我现在可以用吗 可以啊 直接可以用 咱们直接就把它消费了 领牌打好了 提车现场扛一个中网回去 啊 呀 因为这个车呢 它没有原厂的车在相分 然后提醒车一定要放一个 香百年的大地质哥杯架车 你看放在这 多搭 是吧 它这个就直接能放在杯架里面 人家一打开你的车门 一上车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就觉得你这个啊 有品味 因为我们出去玩啊 会有各种的汗臭味 车里会有皮革味 它是直接能从源头分解一味 而不是一箱概臭的 所以为啥我老用小百年 因为他们真正能做到 运营可用 红植物萃取的环保性的配方 而且真正是有自己的工厂的 放心靠谱 想给你的车子增加点氛围感 就在左下角 我放了100个的评论区 抽给你们用一下 只要是我的粉丝都有机会 老公 邀请你去跟我撕个膜 来老婆 哇塞 怎么说到这个环节 来老婆你来 其实我买这台车呢 我特别特别感谢我老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做什么 想做什么 他都会 给你买 给你买 那不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他不会阻止我 他会让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 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牛 要谢的要谢的 所以我们约定好了 就是我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台车打造一下 然后呢 带着我老婆去 自驾游 你们可能会在国内的某一个角落 偶遇我们 到时候见 哈哈哈哈 呃 喜提Branco 哇 拜拜 啊我感觉我坐在了二楼 从那个低码换到这个高码 那列马Branco呢 其实有两种风格的玩法 一种是硬派越野 另外一种就是优雅复古 你们帮我参考一下哪一种方案出来会更帅更酷一点 但是如果你特别有经验的话 也可以分享你的升级清单给我啊 让我学习学习 那接下来我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把它打造成男孩子真正梦想中的大玩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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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